这是迄今为止拍摄的最早的一张秦始皇陵照片 光秃秃的风土堆毫无生机 可就在一个世纪之后 秦始皇陵再次变得郁郁冲冲 就像古人描述的那样 秦皇陵位于华夏的龙脉之上 历经千年沧桑依旧永垂不朽 而祖龙嬴政就沉睡在地下35米的地宫里 面对这座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墓葬 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 其中多以司马迁的描述为准 穿三拳下铜而治果 令将坐鸡弩时有所穿尽者设之 秦始皇宫馆百官 以水银为百川江和大海 相继馆书 上居天文下居地理 以人鱼高为主 渡不灭者久也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 秦始皇驾风之后 遗体被装在青铜棺里 埋葬在地下深处 这里有无数的奇珍异寿和奇珍异宝 秦始皇为了自己不被打扰 还让工匠制作了许多机关暗器 一旦有人闯入地宫 下场必将尸骨无存 除此之外 地宫里还有江河百川 全部由水银汇聚而成 人鱼高制作的蜡烛 更是能够千言不灭 通过司马迁短短的几句话 我们就能感受秦始皇林 无与伦比的震撼 可很多外国专家却对此深表怀疑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两千多年前人类的生产效率很低 就算真的有72万人耗时39年 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为了打破质疑 我国考古专家使用最先进的仪器 对秦始皇林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探测 结果让人直呼 司马迁写的还是太保守了 整座秦始皇林的风土堆 竟然是一座大门 打开风土堆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九层金字塔 祖龙嬴政的官国 就摆放在地宫的最高处 沿着地宫涌道往里走 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兵马俑方阵 秦国士兵们持戈搭建严阵以待 昔日横扫六国的虎狼之师 如今的任务是保卫秦始皇在地下长眠 由于地宫的密闭性非常好 所以这些兵马俑依旧保持着鲜艳的色彩 穿过震撼人心的方阵 即将面对的是各种机关暗器 每一步都凶险万分 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如果你十分幸运地穿过了永道 那么恭喜你 你即将看到一生中这位震撼的画面 走入地宫的大门 里面的景象就像天宫一样华丽 穷楼玉雨璀璨流星 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 这是秦始皇宁最早的一张照片 你绝对想象不到 在光秃秃的风土之下 竟然藏着一座宛如仙境的宫殿 高古专家使用现代三地技术 还原了秦始皇陵地宫内的景象 地宫的正中间 一座由汉白玉和黄金打造而成的 九层台阶 威严耸立 台阶的最上面摆放着一具青铜棺骨 始皇帝嬴政就躺在铜棺之内 为了死后继续巡视自己的帝国 秦始皇让工匠按照秦国版图 一比一制作山川湖海 永道上还有许多奇珍异寿 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珍宝 入口处还有巨型将军永镇手 如果你抬头的话就会发现 穹顶闪耀着阵阵繁星 这是按照诸天星辰的排列顺序 是用绝品宝石水晶琥珀镶嵌出来的 堪称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放眼整个世界没有任何陵墓 能与秦始皇陵相提并论 秦始皇陵的整体布局 是按照首都咸阳建造的 包含地宫内城外城和郊区 总占地面积达到了56.25平方公里 大小相当于78个故宫 秦皇陵还有独立的后宫陪葬区 相传秦二世胡亥篡位登基之后 将没有生育过的始皇帝妃子 全部殉葬 整张三万多名妃子被关进了地宫里 他们绝望的哭喊声和挠墙声 一直持续了三个月 其实关于秦始皇陵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地宫里面到底有没有水银 毕竟以水银汇聚江河大海 毫无疑问是一个夸张的工程量 为了破解这个秘密 专将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对秦始皇陵展开了深入调查 他们使用洛阳铲 在地宫周围进行钻探 然后分析泥土中的拱含量 拱就是水银的化学名称 结果发现地宫正上方的风土 共含量比其他地方高出了好几十倍 这很可能就是地宫里水银蒸发之后 渗透到土壤里造成的 专家经过换算后 得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 地宫里的水银总量最少有100吨 专家们怀疑自己算错了 因为我国当时的水银年产量 也在刚刚突破300吨 宋朝时期的水银年产量 更是只有2200多斤 而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 竟然使用100吨水银铺设地宫 相当于宋朝90年的水银产量 这听起来简直太离谱了 因为根据史料记载 想要大规模制作高纯度的水银 需要一个完全密闭的蒸馏箱 可秦朝时期并没有掌握这种技术 密闭蒸馏法也是到了宋朝才出现的 最为关键的是 宋朝古人特别喜欢用水银保存遗体 所以他们一年到头都在不停地生产水银 可即便如此 整个宋朝辛苦制作90年 也才刚好满足秦始皇陵的水银需求量 考古专家心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秦始皇到底从哪弄来这么多水银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专家再次对秦皇陵进行了全方位探测 结果又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真相 这是秦始皇陵最早的一张照片 你绝对想象不到在光秃秃的风土之下 竟然藏着一座宛如仙境的宫殿 考古专家使用现代3D技术 还原了秦始皇陵地宫内的景象 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 除了盛放秦始皇遗体的铜棺之外 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水银了 难道地宫里真的有100吨水银吗 专家为了解开这个疑问 使用探地 雷达 摇杆 洛阳铲等各种手段 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检查 结果真的发现了传说中的水银湖 其中东北方向的水银含量最多 南方其次 西北方的水银最少 而这正好符合秦朝的地貌 因为秦朝时期东北方向是大海 南方也有江河湖泊 西北方向却干喊少雨 如此看来实际上没有说错 原来秦始皇的地宫里 真的有一幅用水银灌注的百川江河 可实际上的机箱灌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 就是指这些水银通过机械设备 在地宫里不停流动 可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机器吗 搞过专家一头雾水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搞清楚这些水银到底是怎么来的 毕竟这可是宋朝90年的总产量 专家查阅了大量古籍 在史记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大致内容为秦始皇有一个妃子 他的名字叫做八卦父亲 秦始皇对他宠爱有加 不但允许他拥有自己的军队 还为他修建了一座怀青台 而八卦父亲是当时最大的水银制造商 他的祖上就是依靠朱砂生意发家的 经过数代人的持续发展 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炼制水银的方法 直接垄断了当时的朱砂开采生意 可就算找到了供应商 但秦朝时期的生产力 还是无法制造出一百吨的水银 很可惜秦始皇没有将这些秘密公之于众 所以直到现在 这依旧是一个千古谜题 其实有关秦朝的记载非常少 所以人们只能从各种史料上了解秦始皇 但编写史料的作者往往带着个人的主观情绪 秦始皇在他们笔下是一个极度凶残的暴君 这个观点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随着我国考古界的不断发展 发现了一些珍贵的秦代竹简 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通过秦朝人性化的律法和制度 就又能证明秦始皇并非昏庸无度 相反 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目光长远的帝王 其实人们对于秦皇陵的猜测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可想要揭开秦皇陵的所有秘密 或许只有等到地宫打开的那一刻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